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离婚由孙姨和董子剑敲定并正式宣布 董子剑获得孙姨女儿的抚养权 夫妻双方价值8000万的财产得到分配 8月8日 孙姨与董子剑正式宣布离婚 孙姨和董子剑都发文称自己过得很好 孙姨写道 我希望我们过去 我希望你我未来 董子剑写道 我们都很好 这对夫妇的离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敲定了 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争论 据传 孙姨和董子剑是在2017年洗劫连礼的 这段婚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 孙姨和董子剑的离婚是和睦的 正如孙姨工作室发布的一份文件中所说的那样 双方已经完成了所有必要的步骤来完成离婚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最好让孩子和他们的亲戚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 孙姨和董子剑决定以后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这个决定是为了防止不合理的猜测 离婚 1993年是孙姨的出生年份 23岁时 她公开了于董子剑的恋情细节 次年 她成为了他们女儿的母亲 然而 自从这对新人结婚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举行过婚礼 这也成为了孙姨的一大遗憾 夫妻俩决定结束婚姻 虽然有些意外 但从孙姨之前的微博来看 她的情绪似乎有些不稳 可能有某种警告 今年5月20日 孙姨发文表示自己不开心 很明显她现在正在经历一些情绪上的挣扎 几年前 孙姨和董子剑的感情非常好 很多业内有影响力的人 都看好他们结婚的决定 孙姨表演的时候 爱情往往就在空气中 孙姨晒出两人合影 庆祝与丈夫结婚三周年 他们都给人一种非常不成熟和多动的印象 由于孙姨在怀孕期间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董子剑决定直接拒绝很多戏份 而是在家陪她照顾她 本质上 她每次都和孙姨一起参加产科检查 协助运送大包和小包 董子剑对母女俩表现出极大的体贴 尤其是在女儿出生后 经常带女儿出去逛街 董子剑会替她抱娃 这让孙姨心里很踏实 孙姨这两年的人气直线上升 期间出演了多部广受好评的电视剧 另一方面 董子剑的职业生涯进展缓慢 近两年来 双方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对对方的好感 就连庆祝活动的基调也变得更加低调 孙姨女儿的容颜也开始越来越淡 这一次 夫妻俩公开宣布离婚 女儿有可能跟董子剑一起生活 孙姨很难带女儿去剧组 因为她还有很多项目要先拍 然而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共同抚养孩子符合每个人的最大利益 他们将努力维持和谐的关系 根据工作室发布的声明 据报道 双方已经解决了关于共同持有财产所有权的分歧 董子剑总共持有北京文化股份1900万股 估计有8000万股之多 这一份属于董子剑的 对于孙姨来说或许难以分得 但却是她的 婚礼物业 鼎盛时期 北京文化这部分股票价值高达8亿元 当时公司股价位40元 此时 双方之间没有商业互动 不管怎样 孙姨和董子剑已经正式结束了婚姻 分居了 我希望他们俩都做得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